GoFest全球线上活动期间 一只野外加倍高达54只之多的宝可梦 其中哪些才是需要去重点关注并狩猎入手的对象 黄昏之中与扶晓之一 两大重要早市真实开通冒险效果 善加利用的话 竟还可吸引到超稀有的黄昏眼狗狗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JChannel是足迟 中刹所述有关GoFest须知的最后一些重点资讯补充 在经过整理后将于影片中 足以分享 若觉得稍后的内容有帮上忙 千万记住帮忙订阅按赞和分享出去哦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GoGo 闲聊聊黄昏之中与扶晓之一的冒险效果方面吧 属于黄昏之中的装招时 流星伞充所附带的冒险效果 是开启后可以吸引白天出没的宝可梦 如波波 阿罗拉椰弹树 太阳炎 宝宝暴龙 甚至运气够好的话还可以遭遇进化成黄昏形态的超稀有眼狗狗等等 而外加成则是开启流星伞充期间 也可让本来只能在白天进化的宝可梦满足条件去进化 而专属于扶晓季的暗影之光其实也大同小异 只不过吸引来的出没宝可梦以夜晚的为主 像是皮皮拉 加勒首文雄 月石 冰雪龙 也或是同样可进化成黄昏形态的超稀有眼狗狗等 而外加成是让限制晚上才可进化的宝可梦 在冒险效果期间也可进化 两大冒险效果的消耗同为3000点星辰和3颗奈克罗芝麻的糖果 即可启动效果10分钟 各位也可以消耗更多的星辰和糖果来延长对应招式的冒险效果 最长可叠加至24小时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流星伞充或暗影之光的冒险效果 都无法跟其他冒险效果或喧香 神秘盒子等同时使用 而且两大中央招式是在合体层黄昏或浮晓后自动获取的 目前无法透过特殊或厉害招式学习器来洗得对应招式 了解完两大合体形态的全新冒险效果后 再来补充下13日14日周末两天 GoFast全球线上活动的野外重点狩猎对象吧 正式开始前有几点必须先提醒各位的 首先第一点是活动期间的各种棄息地 如前率黎明、闪耀白昼、宁和垂木以及二字暗夜 所代表的是13日当天的各种不同时间段 前率黎明指向的是周六当地时间上午12点至11点 下午2点至3点 该时间段中野外将会有波波、太阳头冠皮卡丘 全新闪光亚宝宝以及平民神宠亚亚等 这一批宝可梦受影响加倍出现 闪耀白昼是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下午3点至4点 对应加倍的有小火龙、迷你龙、喜翠扭拉和全新闪光心灵宝等等 以此类推 栖息地的时间段机制只在周六时生效 从早上10点开始至傍晚6点为止 每小时会轮换一次 每个栖息地必定会出现两次 而周热时将不再采用轮换子 改换成所有特色宝可梦 从早上10点开始至傍晚6点为止 都会在野外加倍出现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接下来的盘点内容过于庞大 所以在分享实用价值的部分 我们顶多会用一笔带过的方式来做讲解 若想深入了解特定宝可梦的PP排名 劳烦您一部相关网站查询 第三点是各大对象在对战联盟的实用价值部分 只考虑超级、高级和大师三大主赛事联盟 其他特殊赛事皆不在考量范围内 而描述PP排行百名内的宝可梦时 我们将称之为主流 反之百名外直接简称为适用而已 了解完以上的细节 我们马上就能发车了 各位可要坐稳咯 先从上午10点至11点 下午2点至3点的前率黎明开始说起 波波属于超级高级联盟主流 上等飞行系输出手 太阳头冠皮卡丘应无法进化 纯收藏用 狐狐只在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剑子草超级联盟适用 麒麟奇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长翅鸥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腾腾蛇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中下潮系 木棉球超级联盟适用 高级联盟适用 新闪光鸭宝宝高级联盟适用 中子铁球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芽芽超级高级大师联盟适用 上等龙系 加勒泥巴鱼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原地区限定荣椅兽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好拉油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紧接着是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下午3点至4点的闪耀白昼 小火龙超级联盟适用 高级联盟适用 上等火或龙系 迷你龙超级大师联盟适用 高级联盟适用 上等龙系 香味的种子是花瓶香 土龙弟弟超级联盟适用 喜翠牛拉超级大师联盟适用 高级联盟适用 中下格斗系 毒蔷薇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中上草或毒系 原地区限定太阳盐 花瓶香 闪电锡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宝宝暴龙高级联盟适用 中上龙或颜色系 冬冬鼠超级联盟适用 猫幼哨花瓶香 微汤草超级联盟适用 高级联盟适用 新闪光心灵宝 超级高级大师联盟适用 中上龙系 而中午12点至下午1点 下午4点至傍晚5点的凝合垂木 加倍的月亮头冠皮卡丘 因无法进化 依旧属于收藏用 一部拥有多种进化形态 部分适用于超级高级联盟 如月亮一部 先子一部等 中等各系输出手 原诗珠超级联盟适用 原地区限定电银虫收藏用 原地区限定甜甜银收藏用 原路沙是大师联盟主流 上等龙或地面系 百足无功 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中下毒或虫系 新闪光电飞鼠只有超级联盟适用 竹光铃超级联盟适用 中上火或幽灵系 尼偶小人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中下地面或幽灵系 原地区限定铁椅 高级联盟适用 中下虫或钢系 喵喵花瓶巷 小木铃超级高级联盟主流 中等幽灵系 强额积木虫超级联盟主流 高级联盟适用 中上虫或电系 二次暗夜发生在下午1点至2点 或是傍晚5点至6点间 阿罗拉小拉达旨在超级联盟适用 天蟹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纽拉高级大联盟适用 中等二或冰系 熊宝宝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大联盟适用 水月鱼超级高级大联盟适用 上等水或地面系 利亚鱼花瓶巷 原地区限定月时花瓶巷 单手龙超级大联盟主流 高级联盟适用 上等二或中上龙 龟角角超级高级联盟适用 中下水系 冰雪龙超级高级联盟主流 中等冰或颜色系 小碎传超级联盟主流 欣赏光好胜些 中下格斗系 碎碎估超级联盟适用 当然以上的内容只是先给大家带过 各大受影响宝科目的大致定位和使用价值 而需要重点去入手的对象 个人私推浅绿黎明 使用价值比较高的波波 长翅鸥 腾腾蛇 牙牙 加勒尼巴鱼 收藏用的则包括太阳头冠皮卡丘 新闪光鸭宝宝和原地区限定的龙蟻兽 闪耀白咒使用价值为主的推荐小火龙 迷你龙 喜翠牛拉 维汤草 新闪光心灵宝 收藏的话可以有原地区限定的太阳岩 铃和垂木必然要有原路沙 烛光灵 小木铃和强蛾鸡猛虫咯 收藏用的是月亮头冠皮卡丘 原地区限定电影虫和甜甜银 新闪光电飞鼠和原地区限定的铁蚁 二字暗夜 先以天蟹 熊宝宝 水月鱼 单手龙 冰雪龙和小碎钻为主 收藏用的只有原地区限定的月时 以及新闪光 好胜蟹 然后就没然后啦 有关两大合体形态的装招式 冒险效果相轻 以及Golfes全球活动期间的野外重点缩列对象 资讯补充 至此结束 总体整理并分析下来 Golfes全球线上活动为我们带来的 绝非只有一众就棘受 耐克罗芝麻和两大合体形态的亮点 活动期间的野外更是藏着许多实力不菲 且平时极难遭遇入手的超使用宝可梦 哦对了 额外做个文心提醒 14日周日的合体团战不仅可直接拼耐克罗芝麻的IV 闪光 更可能糖果 合体能量 和科斯莫谷糖果 因此13日周六当天出现的耐克罗芝麻团战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除非您是重客玩家 有大量团战入场券 又担心不够时间拼吧 否则的话 一律建议耐克罗芝麻留待周日拼就好 周六可以加减打打无地区限定制的救急手 或是狩猎野外各种主流宝可梦为首要任务 接着给大家附上自制的 GoFast野外重点狩猎对象一栏图 有需要的请自行截图 或前往迪西交流群下载一刻 好了暂时就先分享到这 主者就先提前预祝各位GoFast玩得尽兴 无论是出席团战或是狩猎野外宝可梦 都能顺利拼到新翼的IV或闪光版本 甚至乎是极具特色的贝卡哟 影片组的言论经过参考 并不能作为特定标准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